大家好,我是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陈雅杰 欢迎收听听了才知道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谈谈 润态集团的危机与转机 霸气总裁银眼梁的独门经营策略 今天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跟大家聊一聊 第一,霸气总裁银眼梁形势越来越低调 赌身家谋求突围 第二,厘清南山人寿的财务真相 搞懂润态双雄的投资价值 想要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 记得要看到最后 那今天我们的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 传述主委游小燕 小燕你好 雅杰好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财讯周年庆正式开跑咯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只要用下方资讯栏的连结 下单订购财讯双周刊 就能免备获得湾国行李箱 数量有限,快来订购吧 那我们现在要先来看一下 这个润态集团 银眼梁总裁 他最近真的蛮低调的 很久没有看到他出现了 对不对 对啊,大家应该也很少看到 对对对 萤幕上就不用说了 目前我们收集到的资讯啦 最后一次的露面 大概是在二月的时候 对 就是那个浩顶的创办人 是,张念慈先生 突然过世之后 然后他有出现在他的告别会 在台湾的追思会上 对,台湾的追思会 对,可是呢 他都没有讲话 没有上台 不过他有全程参与啦 是 那比较令人觉得 更奇怪的一点 就是五月的时候 台北荣总的那个职子中心 职子治疗中心的揭幕 那明天连总统都去了 对 总统还点名特别感谢他 是 因为他捐了十五亿 对对对 但他没有去 对,他派了他的老婆跟儿子 赖表出席 然后上一次看到他那个 发布的一张公开的照片 其实这是一个喜事 很多企业家得到这个荣誉呢 都是敲锣打鼓的 就是成为工研院的院士嘛 是 他也是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领域 营建领域是第一人 对 然后他居然也没有广发媒体哦 就是其实媒体是不知道的 大家是从事后已经颁奖完之后 才看到一个网站上 唐奖的那个网站上面看到 原来他有获奖 儿子有上台献花这样 然后看起来眼神情就是 好像蛮憔悴的 我第一次看到他没戴眼睛 对 眼神感觉好像没有以前锐利 还是怎么说 有点 有点憔悴的感觉 对 然后事实上我们为了希望 能够见到尹总裁 花了很大的功夫 小燕可以先帮我们揭秘一下 这一段想要见到尹总裁的过程好了 是 因为就是刚刚节目有讲 就是他真的很越来越低调嘛 那其实我们也大家都知道 他住在哪里 他就住在他自己盖的 自己家的豪宅 是是是 其实我们也有他联络方式 就是坦白说真的 有打电话给他 然后也有发简讯给他 但是他后来就是请了 这个南三人 说跟润泰双雄的 这个发言人都来跟我们回复 但他本来还是没有亲自先生 就是 是对 来再揭秘一下 我们甚至于还去了他 过去经常光顾的餐厅 火锅店 对 然后我们去吃了火锅 吃了一晚上 因为听说他每个礼拜三 晚上都会去那边 那间店吃火锅 对 结果店员就说 他已经两三年没来了 真的好久都没有再听到 他这样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是 其实他本身是一个 蛮特别的个性的人 对 大家如果看过他的故事 应该会 觉得他故事真的挺传奇的 对 就不是典型的一个企业家 对 我们就说他是个 非典型的企业家 对 就是小时候打架 然后还 进过赶化院 对 结果后来才突然之间 痛改前非 对 然后后来就读了这个 文化大学历史系嘛 对 然后后来又考台大 然后结果 商严所 对对对 那而且他很妙的是 他是读历史系的 可是他其实 是很有兴趣的是 营建图木啊 所以他在营建图木 其实现在手握了 这个六百多项的专利 就是他最有名的专利 就是玉柱功法 对 然后他也有很多元的兴趣 我们知道了 就是他又开跑车啊 骑重机啊 对 然后返船啊 对 返船什么的 在年轻的时候是潜水 在之前啊 就是因为我曾经 采访过这个绿岛大地主 韩忠林先生 就他就跟我说 你知道第二大地主是谁吗 就是银眼娘 银眼娘也想要买我的土地 对 因为当时候他去潜水 就很喜欢绿岛 他们就买了绿岛土地 再加上那时候绿岛的传说 要变成一个博弈岛 大家就觉得 哇 商机无穷 想说如果买土地去 那边先卡位啊 盖饭店或什么 盖产品都一定赚钱 对 可是就是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银眼娘 他一路走来 他其实都是属于很冒险犯难 在他的企业经营 还有投资手法上 大概是这样的 没错 看他喜欢的一些运动都知道 他潜水啊 就是 其实潜水其实蛮危险 如果你是要生钱 年轻的时候是很疯狂的 不过很多老板 其实他会从事这种高风险 就是因为他 他们的工作其实很高压 他们的生活其实很高压 所以他需要这样的出口 一个刺激 不过我们看得到 就是说他一路走来 他的事业 就是从最早他爸爸给他的是 一个仿制厂 然后结果他把他做到一个 上千亿的那个集团版图 对 其实蛮厉害的 对 其实就是靠到他这个杆 对 放胆 放胆 也很敢 对 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他过去到底 做了哪些事情 让他能够身家 一直一直的快速翻倍 我觉得最著名的一些 投资的案例 有因为这些案例被大家说 他其实是最会卖公司的人 因为他都可以把公司 从一个小经济养成大经济 然后再把它卖掉 譬如说安泰人寿 这个很经典的 他当时候投资9亿元 就他在持有14年之后 卖到146亿元 哇 这获利15倍 从9亿变成100多亿 140亿 对 本来买两栋房子 现在是可以卖两栋大楼 所以他才会投资南三嘛 因为他觉得 安泰就在这边吃到甜头 他也觉得南三一定 也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对 所以他是从那个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觉得 金融业是一个 很可以这样获利翻倍的产 对 而且我觉得受险业一个 最大的优势就是 收现金啦 对 保护每个月 每天都一直收钱进来 对 所以其实他在当中 前前后后都一直有表达出 他对金融业的一些兴趣 没错 对 那还有很大的投资 大家一定知道 就是中国大轮发 刚刚有提到 这个真的太经典了 1997年开第一间店之后 然后20年后的2017年 就把它卖掉了 对 那时候他把它卖掉 其实大家真的挺惊讶的 因为就觉得 你是第一名欸 对 那么好 他获利很好啊 对 然后电数也是第一名 打败一些货码 大家都知道 润泰拳就是靠着他 就文文的 把很多鼓励 对对 因为他也是一个 收现金的行业 对 当然有很多人当时候 就是觉得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事后回想来看 也的确他真的是 卖在高点 卖得漂亮 对 他卖了870亿元 他自己获利就是 初估就是418亿 就他自己进 他自己拷待的 是 对啊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时候 就是中国大润发的 执行官 就是黄明段先生 他讲了一句 超经典的话 他说大润发 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时候 已经电商开始起来了 他说他 没想到大润发 就是打败了 所有的对手 最后却输给时代 已经回不来了 所以他就在那个 最好的时候 把它卖了 对 所以真的回头来看 也真的是很厉害 很厉害 眼光很精准 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看 他的第二个部分 润泰星 润泰全 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他们跟南山人寿 又有什么样的 紧密的关系 是 我们这次会想要写这个题目 其实最主要最主要是 在去年的时候 润泰双雄 润泰全 跟润泰星 传出说什么 可能除牌 对 可能暂停交易 会吓死 会吓死 什么一类的 然后大家都吓死 传言满天飞 大家都吓死了 然后其实润泰星 跟润泰全 双雄有非常多 小股民在投资 这两间公司 这一次报税的时候 才发现其实我婆婆 也有买润泰星 然后我就问我婆婆说 那你知道润泰星 在做什么的吗 她就说 不知道 就是朋友都跟我说 每年都配息 好稳定好稳定 其实真的是 我记得她有 蛮多年的时间 都是会入列 就是那种什么 稳定配息的 定存概念股 对 长期的定存概念股 然后现在大家都说 小心存股 变成存股 股是骨头的股 对 你都还停留在 她好赚钱的那个 然后稳定配息的 这个印象 但事实上 这去年就突然 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才知道说 其实后来我们就去 拆解这件事情 就这次的报道 请大家可以买财讯 就是你们也有 讲的非常多 小燕跟我们另外一位 金融的同事 林湘 这次很认真的把 整个南山人寿的 财务真相 还有润泰双雄的 投资价值 做了完整的拆解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详细的参考 我们第686期的 财讯双周刊 其实我们投资这个 润泰双雄 根本就是在投资 南山人寿 他们两个现在 不管是透过 怎么样复杂的 投资架构 总之现在他们的 获利都是 等于是靠的 南山人寿 就去拆解 他的整个税后的经历 我就以这个润泰权 这个来举例好了 就润泰权就是 其实就做 纺织起家 那后来他在 2020年的时候 把他的这个 最后一个厂 就根本就没有 在生产了 没有在做纺织的 把他这个厂都关掉 他就单纯就是 做这个纺织贸易的工作 因为他过去 这间公司非常有名的 就是他父亲 被称为格子部大王 就是他们很会 做那个格子的衣服 所以其实 我们现在想到什么 格子的这个名牌 就是Burberry Burberry就是 也是他的客户 对对是他客户 Polo也是 Tomi也是 他们就做这些 比较高纸化 但是因为他没有 去中国市场投资 然后在台湾生产 只是会成本越来越高 就失去竞争力了 对所以他就 把他关起来 就变成一个贸易公司 所以其实他去年 这个本业 营收是28.7亿元 可是他的税后净利 就有122亿元 一个28亿 然后税后净利 那都是任列转投资 对就是任列 任列业外的 这个转投资 光是南三 就又去猜一下 南三的贡献 就贡献66亿 但为什么这些钱 却没有办法 让他们配股息呢 对因为这个 南三就是 在去年的时候嘛 股债双跌 所以南三人寿的 这个净值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净值的这个部分 他有5000多亿的 未实现亏损 天哪 对 所以你赚个 一两百亿又如何 对 你后面可能有个 几千亿在等着你 对没错 不过这是 受险业特殊的情况 他因为有 未实现的亏损 所以他虽然 今年看起来 账面上 是有赚钱 对 但是他是要 他就不能分配 根据这个国际会计的准则 他必须要提列这笔亏损 当做这个公鸡 然后等于说 就算有赚钱 有获利 也是不可以配息出来 不可以配罚 对 所以那 我们看一下 最高的比例啦 就是 他曾经就是 贡献这个双雄 就是八九成的 这个获利 所以基本上 他其实整个 事业本质都在南三 所以我们看到 他的EPS 可能是20块 但是有18块 是不能配的 南三人寿来的18块 没错 没错 然后所以剩下的那两块 他就也配不了 对 所以就还是得要留下来 不只不能配息 然后还会因为这样 然后禁止受到拖累 就像去年 那个润泰权 还曾经就是 这个禁止太低 低于票面 这对一个公司 对于润泰权 是一个润泰的 这个母体事业 也是起家事业 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 很大的打击啊 因为股东也是啊 再讲润泰星好了 因为润泰星 是做营造建设的嘛 那我们也想到说 最近这些年 这些年不是房地产 还不错吗 对 但是说真的 我们去盘点一下 他的案子 他就是稳稳的做一些 譬如说捷运周边的 一些开发 对 所以他也没办法 就是一直有很多 就是现金流 没有那么的大量快速 对 所以其实润泰星的获利 南三也是占得非常重要 这下大家才看懂了 为什么这两家公司 看起来是赚钱的 但是却配不了股息 而且甚至于 一度还可能下市 对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真的至关重要 就是银眼梁压了 这个全部的 几乎是算过了 至少700亿元的身家 在南三 那光是利息就不得了 对 而且有很多钱 都是借来去买南三的 是 所以那现在 他的解方是什么呢 就是南三上市 至少如果南三上市的话 可能可以事故 或是说 可能比较流动 不然就一个人 全部重压钱 一直掏钱 一直掏钱 而且一直增资 然后润态性 润态权就也要一直认 等于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啊 像润态权去年 就是差点下市的时候 他静止不够 他自己后来也半增资 也得增资 也增资了一百多亿 对 就环环相扣就对了 对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 银眼梁先生 最近都这么的低调 没有出现 大家也开始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他也70多岁了 集团接下来是不是也开始面临了 该交棒的时候 没错 他今年算算 今年73岁了 有点年纪了 是 对 的确开始思考 所以他其实就安排他的儿子 尹崇尧 就是去南山人寿 因为南山人寿 是我重压的一个公司 我过来就靠这家公司 我当然要安排我自己的 比较安心 对 而且尹崇尧 其实在这个金融圈里面 是非常非常年轻的 对 今年才40岁 他是最年轻的 寿闲公司的动作 那除了南山人寿之外 其实 润泰集团毕竟还有他的起家事业 还有他自己喜欢的什么 营件事业 这个部分他就也 把他女儿叫回来了 对 他女儿其实是一个会计师 长得也是漂亮亮亮的 对 真的是一个润泰公主的 对 那他 他就是一直在外面创业很久 因为他会计师 他就自己创业 开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这样 过去其实营业娘个性也都说 我的事业可以交给专业经理人 是啊 那的确现在的董事长都是专业经理人在挂 对 那他的意思说 其实他也很放手 应该也不太会过问大家做什么 但是他也 经不住这个营业娘把他 就是爸爸把他交回来帮忙 对 表示他真的还是需要 自己家人来 把这个家业给守住 所以他女儿现在 刚接了这个 润泰精彩的这个董事 对 然后也进了这个润泰保全里面 当监察人 参与家属事业 所以他接下来这么庞大的事业帝国 要怎么样交棒是一个可以观察的地方 对 蛮大的一个考验 是机会是挑战 好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他最有名的一项投资 这个也是 很经典 对 常常闹得满城风雨的 就是他在生计方面的投资 有几宗那个台湾很有名的这个生计投资的大的案子 他都有参加 浩鼎 对 浩鼎很经典的 是 多年前的风风雨雨 浩鼎最高的时候股价755块 对对对 到现在还是台湾生计股天花板 算是非常高的一个 当时候市值超过 最高的时候市值超过1200亿 比润泰双雄加起来市值都还要高 之后就快速的消风 对 他当时候解盲失败的时候 股价就是开始下跌 他也有请润泰双雄进去里面护一下盘 所以你看润泰双雄又被拖累了 真的 又被去抓进去掺一脚 对 然后我们也有请我们的那个投资的同事帮我们分析一下他的生计投资 的确因为其实其实他投资时间已经那么长了 但是其实生计投资的风向也是会变的 像这两年已经都不再谈新药股了 最近虽然生计投资又热而起来 可是这当中都已经没有阴眼良的角色 对都不是他投资的那些公司 对啊 其实那时候好流行一句话就是说跟着阴眼良学投生计 对 然后一定会赚大钱这样 现在整个市场风向都不太一样 都变了 所以变成说这个也是要再继续观察下去了 没错 不过因为毕竟这个润泰双雄的股东还蛮多的 而且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小股东退休金都是靠他 对啊 压下去 本来是整个固定的可以领到顾息 结果现在就变成说大家都在观望 润泰全就是这次采访也跟我们说 他们其实就是变成一个控股公司嘛 是 那他就是之后会再努力的再找一些市场的小经纪吧 就是可以稳定获利的 对我们印象很深刻 就是润泰全的副总发言人 对股东的回复里头有讲到 就是说他们目标是要成为台湾播客侠 对 不配股息 不配鼓励把钱都留在公司 让公司的净值变高 然后再去投资一些好公司 然后可以继续并购什么的 对对对 什么叫为股东赚钱 如果股东都分不到股息的话 怎么为股东赚钱 因为营业良是大股东嘛 我觉得应该 至少你也要在股价上可以看到成长 对啊 不然的话股东投资你 真的就看不到 到底价值是什么 对没错 所以这次也想要跟投资人讲说 就是润泰双雄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做仿制跟做银件的 润泰双雄就是受嫌公司的股东 对对 要用这样的想法 就是南山人寿的股东 你现在要看润泰全或润泰新的 有没有机会什么 不是在看他的本业业绩表现 本业再多好也不会到大赚钱 你变成真的是要回头去看南山人寿的业绩表现 南山人寿的净值变化 才是我们最主要关键的 是 好啊 谢谢今天小燕的分享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来念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38集 加世大集团手握中国最高等医院 营收突破200亿 而且要在香港挂牌上市的留言 那先补充说明一下财团呢 是我们财讯粉丝团的简称 之后我们会用财团来称呼我们财讯的粉丝们哦 第一位是吕秋景 他说感谢分享 台湾企业大佬脑筋实在很聪明灵活 科技加医疗真的很优秀 其实是耶 因为现在的医疗都有含有很高的科技含量 智慧医疗了 对对对 都是智慧医疗了 所以其实科技业切入这块 我觉得是真的蛮有机会的 所以加世达的转型 也算是人类的福祉吧 对啊 是真的 尤其是经过这个疫情 第二位是Yvonne Zhang 他说医院和贵族学校的定位很类似 要把医院当成公司来经营 这与资本市场开放与发展息息相关 入主通路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增加预期财报 照理说中国的通路市场比台湾大 这个的确是蛮有道理 老师说我觉得加世达 他的确某一个程度就是把医院当成 他的那些医疗产品的通路 对没错 对那他也的确选了中国是对的 对 那个市场真的很大 没错 好哦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也谢谢响应的分享 谢谢大家 那YouTube的观众呢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多多看我们其他的影片哦 Podcast的听众呢 欢迎留言给我们 还有给我们五颗心 听了才知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